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今日华尔街栏目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篇文章 发表在大西洋理事会以及Politico上面 其中阐述了对于下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种种建议 为什么说这样的一篇文章不同寻常呢 他的作者是匿名人 但是文章的编辑又表示这一位匿名人的真实身份是前白宫的一位高官 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中国打交道的经历 因此看上去有一些神秘 而他又为什么选择以匿名的形式来发表这一篇文章呢 我们知道在一九六四年的时候 美国的外交官乔治凯南给华盛顿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 后来在美国的整个政策界就被简称为长电报 而当时乔治凯南也是以笔名X来发这部电报的 所以普遍认为匿名者之所以要以这样的形式把这一篇文章公诸于世 似乎是有笔尖乔治凯南的意涵 那么这一篇文章到底写了一些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就为大家简单整理 文章最开始介绍到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不是别的 就是在习近平领导下日益专制的中国的崛起 而文章继续写道 随着拜登就任总统 人们很容易把中国视为川普时代的一个困境 但是其实事实恰恰相反 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需要比以往的任何一届白宫给予的更多更集中 同时也要更关注跟中国有关的问题 这样的说法是否言过其实呢 作者说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中国的经济军事规模技术进步的速度 以及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导致中国的崛起必将深刻影响着美国在每一处的重大利益 而这也一定程度上是过去二十年逐渐出现的一个结构性的挑战 而随着习近平的就任 似乎极大的凸显了这样的挑战 同时也加快了这种挑战成型的时间表 而文章作者继续写道 在国内我们看到习近平更多的回归是了经典的马列主义模式 培养了一个准毛泽东式的人格崇拜体系 并且消灭政治对手 同样在中国国内市场改革出现了停滞不前 私营部门现在越来越多的处于党的直接控制之下 而在意识形态方面 习近平选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控制整个国家 并且抵御任何对其权力内部或者是外部的各种挑战 而在对国内有关于少数民族的处理方式更是近乎种族灭绝 而文章作者表示 现在习近平任期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像一种新形式的专制警察国家 这与毛泽东之后习近平的前任有着本质的不同 而文章认为习近平已经表明他打算将中国的专制制度 胁迫性的外交政策以及军事存在 远远扩散出本国的边界范围 并且投射到整个世界 而作者也表示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与之前的几任领导人 比如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同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基于现状的大国 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界所说的修正主义大国 一个一心想改变周围世界的国家 对于美国盟友以及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来说 这已经形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习近平任内不仅仅是美国能否保持首要地位的问题 他的方式已经对整个民主世界构成了挑战 而作者继续写道 美国现在的根本战略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应对 而当务之急是 整个国家需要制定一个综合全面 而且有两党共识的国家战略 来指导美国未来三十年对习近平任内的中国政策 而作者也说 有些人或许已经说 美国不是已经有对中国的战略吗 比如川普政府之前宣布了所谓战略竞争 是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挑战 而这在二零一七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也得到了体现 但是作者也说虽然川普政府对中国敲响了警钟 但是在执行的努力上十分混乱 有的时候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而从根本上而言 战略竞争只是一种理论态度的宣誓 而不是一个已经富足实践的全面战略 而作者也说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中国内部早就有了一套应对美国的综合战略 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些战略还基本都奏效了 而相比之下 美国在乔治凯南时期曾经也有遏制战略 当时这样的一份战略阐述了应对苏联的明确统一挑战以及应对方式 之后逐项付诸实施 但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对中国却没有形成凯南式的共识 相比而言 这是一种国家责任上的失职 而作者也说 华盛顿之所以没有制定有效的中国战略 就在于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所谓战略目标 他表示 现在如果你问白宫的各个官员不同领域的负责人 他们阐述的对华政策目标截然不同 有的说是通过有限的贸易战来诱导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有的人说要推翻共产党政权进行全面政治更迭 那么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 对于中国的理解又从何而来 这是需要解释的首要问题 而作者继续回顾到 美国的苏联战略就是建立在我们刚才所说的 1946年的著名的莫斯科长电报基础之上的 而这样的一个战略主要是基于对于苏联模式内部的结构性弱点的分析 而立足于苏联最终会在自身矛盾重压下崩溃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结论 而整个遏制理论以及遏制理论最终的成功都是基于这个关键的假设 但是中国的共产党在生存方面已经比前苏联要灵活的多 也很难应对的多 这一方面是得益于共产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认真研究了苏联的弱点以及苏联的问题所在 所以如果美国的战略家认为美国未来有效的对华战略应该仅仅建立在中国体制注定会失败 不可避免地从内部崩溃这样的假设上那么将是极其危险的 作者认为当前的挑战有质的不同 需要更细致的政策应对 而不是用遏制的盾气来做中共垮台的美梦 而作者还说沉溺于政治上更吸引人的一些口号和呼吁 要求推翻九千一百万党员的中共整体 在战略上是自取灭亡 作者还说你这样的一个做法只会加速习近平的力量崛起 因为这能够使得他在所谓完成保卫共产党和保卫国家的大业中 与中国的精英政治以及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扭旋的力量 那么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 作者认为应该更狭隘地关注习近平本人而不是整个中国共产党 他认为这样的目标更容易实现 同时有一些具体的政策 而这些政策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得到有效的实施 可以削弱而不是加强习近平的独裁领导 作者也说凯南分析中的智慧就在于他对苏联内部运作的深刻评价 以及沿着这样的一个复杂现实出发所制定的具体战略 对待中国现在也需要凯南式的智慧 而现在中国的政治现实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习近平的领导力 以及他的野心到底朝哪个方向走 这样的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就连高级党员本身也对习近平的政策方向感到了极大的困扰 对他无休止的要求绝对忠诚感到愤怒 这些中共精英内部也担心自己的生命和家人未来的生计 似乎有无数的例子已经向我们表明 对习近平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怀疑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尽管习近平大力开展了所谓反腐运动 但是整个国际媒体还是不断揭露出习近平家族 以及其政治核心圈成员所敛财拒负的各类丑闻报道 如果把整个共产党当作单一的目标 这是不成熟的策略 相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所出现的断层 在一个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心中应该是十分明亮 而且是有机可乘的重要契机 而作者继续介绍到 把重点放在党而不是习近平本人身上这样的战略 也忽略了一个事实 也就是在习近平之前的几位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的领导下 当时中国都可以和美国进行有限的合作 而在之前几位领导人的领导下 中国的目标只是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按照中国自身的形象来重塑国际秩序 而作者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表明 美国的中国战略的使命应该是看到中国是可以回到二零一三年之前的道路的 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战略现状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很多利益已经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 但是这些挑战即使在当时十分的明显 也是基本可控的 而且不代表着对国际自由秩序的根本性的违反 作者认为在迄今为止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讨论中 普遍缺失的所有要素中 这种对于中国领导层内部断层的缺失关注是最关键的 作者表示虽然美国领导人经常区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中国人民 但是华盛顿必须要达到更深刻的复杂认知 以便更进一步区分政府以及党的精英 以及党内精英和习近平个人 随着更多的温和的习近平的潜在接班人的出现 这一点就变得更加重要 而作者继续表示 现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现实 就是习近平几乎把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 并利用这样的权力来大幅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轨迹 因此美国的战略必须继续以习近平 习近平的核心圈子 以及他们所统治的中国的内部环境为重点 改变他们的决策 首先需要理解他们的决策 在他们内部的政治现实框架内运作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改变他们有关政治和战略的决策推算 所有旨在改变中国行为的战略都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 否则就会被证明是无效的 同时一个有效的对华战略也应该是长期的 而要完成这样的战略 作者认为华盛顿首先必须要理解习近平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 而作者在这里列出了几个清单 习近平的优先事项 第一点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保持党的执政 第二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第三是快速发展国民经济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是取得足够的军事优势 阻止美国以及盟友干预任何有关台湾南海或东海的冲突 再有就是削弱美国力量和影响的可信度 足以使那些目前倾向于平衡反对中国的国家反转 从而加入中国的行列 再有就是深化并维持中国与邻国和最有价值的战略伙伴俄罗斯的关系 以抵御来自西方的压力 跃升美国的科技强国地位 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力量 破坏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巩固一带一路 将中国庞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倡议 变成与中国政治野心相立志的地缘政治集团 并形成未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基础 最后就是利用中国在国际机构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使被视为敌视中国利益的倡议标准和规范 失去合法性并被推翻 特别是在人权和国际海洋法方面 习近平曾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 实质上是为了推进更加独裁的国际秩序 而现在美国的任何做法都必须要设法挫败习近平的这些野心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作者认为首先要明确哪些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受到严格保护 这包括比如常规军事威胁 防止战略和平衡出现任何不可逆转的变化 同时防止中国的领土扩张 特别是强行统一台湾的行为 同时也需要巩固和扩大联盟和伙伴关系 保留经济技术优势 保护美元的全球地位 捍卫并改革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主要国际秩序 关键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基础 也就是民主价值的核心 同时也需要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而文章作者认为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 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这样广泛的国家目标都能实现呢 牢记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或许就是答案 而作者认为美国如果要实现这些目的 同时也要保护自己的核心优势 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必须改变中国的目标和行为 华盛顿必须要牢记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就是一个成功的美国战略 必须建立在美国优势的基础上 这也意味着美国力量的四大核心支柱 国家军事力量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支柱地位 全球技术领导力还有个人自由公平法治的价值观 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坚持 而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问题时必须要牢记的是 中国领导人只相信强力并且蔑视弱势者 他们鄙视摇摆不定的弱势领导人 他们从不相信有战略真空 而作者也认为白宫现在必须明白 中国目前仍然对于美国的军事冲突持高度焦虑心态 但是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 而未来中国又没有能够取得胜利 那么鉴于党内多年来所宣传的有关于中国必然崛起的宣传攻势 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垮台 而政权的整体合法性也会崩溃 所以中国现在仍然在观望 与此同时美国必须要关注到的是国内的态势 尤其是国内经济体制上的弱点 作者指出中国的崛起成功是以三十五年来所执行的缜密战略为前提的 要识别并且解决中国在制造业贸易金融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等方面的结构性弱点 而对于习近平来说经济才是根本性的问题 除了未来在任何军事行动中失败之外 可能导致习近平垮台的最大因素就是经济不景气 这将意味着中国民众的大规模失业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而这也将伤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所谓根本性默契契约 而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 一个可操作的战略到底又应该是什么呢 这里作者提出了几点 首先就是重建美国长期国力的基础 刚才我们提到的经济军事技术人力资本 还有就是必须要有一组可执行的政策红线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阻止中国跨越红线 第三就是就重大国家安全利益问题达成一致 如果这些利益出现了损害 就必须要成为行动的参考准则 还有就是要确定一些重要而不关键的领域 在这些领域中不需要划定红线 但是在这些领域中美国应该部署对中国全部的战略竞争力量 另外就是要界定一些仍然可以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 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 比如气候破坏全球流行病还有核安全这样的问题 再有就是发动一场全面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斗争 捍卫政治经济民主自由 反对中国的专制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而同时作者表示美国的主要欧亚盟友必须要求上述的条约达成细化共识 使得他们可以共同部署并捍卫对华政策的更多要点 而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表示 现在思想仍然在国际政治中非常的重要 要战胜像中国这样的长期对手 不仅仅是一个力量平衡的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如何看待自己 一个社会如何正视自身弱点的问题 但是作者也明确指出不要认为实施这样的战略 就可以改变整个共产党的统治形态 他表示中国人有可能会对党的百年命题 以及基本阐述产生自己的质疑 中国古老的文明是否永远要走向专制的未来呢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终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美国人应该去解决的战略 相反在未来的几十年间 美国战略雄心的根本应该是促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 改变战略路线 不管习近平是不是掌舵人 而归根结底作者认为 美国在对抗习近平任内的中国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既不是军事也不是经济 也不是技术实力 而是一个自信心的问题 作者说在美国的民族心理中有一种微妙而具有腐蚀性的力量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起作用 它使人们对于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怀疑 并助长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也就是作为一个国家 美国最好的日子现在可能已经过去了 而美国的对手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作者认为客观的而言 这一种悲观这一种绝望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作为一个国家而言 美国是年轻的 美国的创新能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但是这样的问题客观存在 这也是未来美国的领导人必须需要再次迎接的一个挑战 不仅仅是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愿景使命和目标 不仅仅是制定战略并使其生效 而且要让美国人再次相信其国家在未来世界可以再次提供有效的全球领导能力 而在这样做的同时 美国必须要做的是引导盟友也相信美国可以值得信任 再次达成这一种价值观上的团结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华尔街节目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您对这样的一篇长天报二点零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如果您知道这一位作者是谁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猜测 也欢迎您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好了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今日华尔街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